这个节目是发布的赞助者的赞助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单车时代艇 哎呀又见面了 千两期呢 我们出了好好的介绍 为什么你需要一只好的太阳眼镜 以及为什么太阳眼镜的镜片 究竟有哪些的差别 这一集呢 我们就来好好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以及分析 你要如何去保养你的太阳眼镜 为什么 因为啊 你一只眼镜这么贵 你怎么不可能今天戴 明天就丢 又不是抛弃似的 所以保养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严格上来讲 太阳眼镜不能说它是一个消耗品 但是 你只要把它放在旁边 你就算不使用 镜片的功能都会逐渐的减弱 只是时间的快慢而已 很难想象对吧 对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但 曾经何时 我也是认为太阳眼镜 应该就是可以带到海枯石烂 然后就完全不用管 丢那边应该也不会坏吧 但实际上并不如此 尤其我们都知道 汗水是一个侵蝕性非常强的物质 像我们这样 这种单车热爱者 冬天不用讲 夏天一外出 就是汗流加倍 汗流满面等等之类 尤其像你用时间一久 你的镜角以及镜片 都会逐渐失去原油的功能 尤其镜片上 还可能又出现刮痕 当然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都会大幅度的降低 镜片的使用寿命 因此 切记 太阳眼镜 也是需要进行保养的哦 那在进入保养环节之前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究竟为什么镜片会损伤 那不外乎就是这几个项目 像是高温引起的镜片 露膜成破坏 或是不正确的擦拭 造成镜片的化伤与脱模 那硬物的碰撞导致刮伤 甚至受到海水或汗水的侵蚀等等 这些都会造成镜片有些损伤 好了 如果不是外力因素 所造成的损伤之外 其实我们都可以靠着日常的保养 来让你的太阳眼镜 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那首先我们就像是日常清洗的部分 用常温的清水冲洗后 用干净的眼睛布 轻压擦干即可 不可以太用力哦 因为这样你的镜片就会被刮伤了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用清水直接冲洗干净 然后再来擦拭也可以 那假设如果有严重的污渍啊 你可以用稍微温水 有点温温的水冲洗之后 再用干净的眼镜布擦拭也可以 那切记 只要你用过太阳眼镜 不论是你出去走一公里两公里都好 回来都用清水冲洗过并且擦干 再收进眼镜盒里面保存 那切记呢不可以让你的眼镜自然风干 因为这样眼镜还是会受损的 那至于保养的部分 眼镜在取下来的时候 小心且轻放的镜片一定要朝上 以防镜片的表面磨损 那切记啊请勿不要把眼镜放在潮湿的环境中 或者是阳光的高温曝晒下 以免你的镜片啊就会这样而相对来讲受损 甚至啊千万不要放在机车厢或是汽车中啊 那个热气绝对是一大损伤 当然多洗少擦 就是不败的镜片保养方式 最后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 太阳眼镜的日常使用 你需要注意的事项 虽然这些老到了掉牙啦 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嘛 记得当我们眼镜栽下来的时候呢 应该放置远离孩童或是宠物的地方 那我们以免眼镜啊 摔坏的时候或是碰坏的时候 这些玻璃啊会对孩童造成伤害 那我们的镜片呢也应该避免与有机溶剂接触 那同时也避免高温啊或是火源等接近 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的 那当你长时间不用眼镜的时候呢 眼镜就必须放在干燥的眼镜盒里收好 那降低任何意外的发生可能 最后的最后 你要经常检查镜框上的螺丝是否有松动 和镜框变形的现象 如果有请适时的进行更换 才不会你运动到一半或骑得到一半 诶 可不可以眼镜不见了 或眼镜喷飞了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蛮危险的状态 你也不希望发生 因此只要能正确的使用 并且定型保养 眼镜的镜片的清洗和护理 就能让这支眼镜 有延长使用的寿命 随时都让自己每次外出运动时 都有最好的形象 本期呢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希望这些方法呢 都能协助到各位户外运动的爱好者 毕竟赚钱不容易 一副好的眼镜 没他个五六千也是很难入手的嘛 因此 我们更需要让他发挥200%的价值 才可以对得起我们那 逐渐缩小的荷包 而我们的最后一期呢 我们将邀请特别来宾 一起来聊一下 如何挑选到自己 适合的眼镜 那请各位敬请期待啰 我是单车的SYT 我们下期见 拜拜